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可怜的啊 说是基本符合脑死亡标准 但是肢体对疼痛的反射还比较敏感 所以还不能判定为脑死亡 现在就百分之百靠这个呼吸机 我觉得这个反正就是生命还是垂危吧 但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救人的老太太 这个陈贤妹啊 这个本来是石荒的 这么一个老太太 这个感人啊 这感人啊 老太太这是干什么 这是这个这个小月月的妈妈 哭着这个父母亲给他跪倒啊 老太太都抹眼泪啊 老太太就还去看了这个小女孩 还住这小女孩就说一定能跨过去啊 什么的 他还拿了一些奖金出来 没错 你再看下一个照片 这个陈贤妹 她的最新消息是 由于连续几天的高压采访 这个媒体们弄的 严重影响了人家的生活和身体 所以现在人家已经逃回清远了 你知道吗 就是没没法在这待了 那就回清远之前 他就拿着这一袋子钱呢 攥着这一袋子钱 哎 我觉得这个风格可真是 这说给了这个他妈妈呀 像月月的妈妈 那他妈妈怎么也不能要 说老人家你这么生活这么苦的 你我还给我钱 他说都是政府给的 还有个广州一个女孩给我的什么慰问金 我要这个干什么呀 都给孩子治病吧 把这个钱就给人家 这咱们都做不到的 这个悲剧最后总是变成闹剧 我觉得这么多人采访 我看了很难过 为什么呢 闹剧啊 这个当然了 这个老太太是有象征意义 理事求主也 这个大家都看得很 其实是很难为情整个这个事情 我是星期一晚上看的 我很晚才看 到了香港看到新闻 对 然后徐老师看了就要求说 今天我们一定要谈谈这个话题 他微博都发出去了 对 我告诉你 我那看完了以后 我很难过 我很不舒服 就是说晚上没法做事情 没法做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微博有这个用处 我就写了一条微博 其实我还搞错了 我这个微博里边就讲了两条 就是两点是最痛的 一个就是那个前轮过去 后轮还没过 中间停顿了一两秒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个是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在我看来 第二个我觉得非常不可原谅 就是有人打电话 后来据说是假的 但是假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有人打电话 还解说了这一两秒钟的停顿 就是说 宁可压死 不要压伤啊 等等的 讲了一套套理论 就是这两点 我就写了个微博 然后不断的就有评论上来 我平常我从来不看 那个时候我看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跟我一样 就是说 就是睡不着啊 就要有一个发泄点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像一根针 它不是一个大面积受灾 但它是一根针 但它扎到了我们民族 非常非常敏感的一根神经 这个什么神经呢 就是羞耻感 我们是一个持感文化的国家 这个传统 不是罪感文化 就这件事情 大家说害怕 说心寒 其实心底里是羞耻 就这样一些人 这个地方 这个佛山我都去过 做过讲座 里面的人都是我的同胞 回答上来的这个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最极端的一个说法 有个网友回答 中华民族到了 最缺德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迫发出 最后的吼声 你后面就是有希望的 如果一件事情 使得每个人能发出 最后的吼声 这说明有希望 改一句 中华民族到了 最伤痛的时候就行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 这个国歌 我现在才意识到 就是当初他们挑选 这么一个战争期间的歌 做国歌 是有意义的 以前我觉得 你这个老唱 这是国破山河 在半壁江山沦落的时候的歌 为什么呢 我后来还一直觉得 我觉得这个国歌 只有中国足球队比赛的时候 才管用 这个歌词才切合事情 可这次的事情 我发现是啊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的民族的有些东西 现在是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 这一根针扎进去 大家都那么感应 这个现在佛山也出名了 那个少林寺有这个十八童人 你看现在这个媒体们编排出来 在江湖之上有了佛山十八图人 图人就是路途经过的那十八图人 那十八图人这几天 哗啦哗啦哗啦全被找出来 人肉搜索 我有时候觉得 像他们这种情况 他们有罪吗 还是说 就是说可以人肉搜索 把他们全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然后记者就要问他们 你说谁有罪 你说记者还是 我说这些佛山十八图人 没有吧 应该不是罪 这不叫罪 道德上面的问题 对啊 而且坦白讲 我没有子东那么的觉得 这事那么觉得不可思议 或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这事的发生 看了这整个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我知道的中国人 我觉得这难道 你觉得很不正常吗 可是你看这个录像 这个实际的画面在以前 对我懂 我懂 但这些事我们过去几年 很多人都说不敢看 你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敢看一下 咱们就看看当时的影像 合适不合适 就是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放 我们再看看 这是当时说 前轮所谓的反复 他退了一下 是吧 就这么生生 命就上在这个时候 这是后面一个 这是第二个火车 然后这是经过的 这个图人 现在他们就按照这个图像里 这个监控图像里 你看这就是陈贤妹 把这个孩子抱在一边 然后他就问 问 问 就是这个应该是 这是妈妈 妈妈 对对对 这应该是妈妈 好 那么徐老师你说就看到了这个 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他 因为我们自己都做司机嘛 你都知道 你前面已经撞到人了 你不知道了 他停顿下来 他其实意识到了发生什么事情 可他还往前开 这就杀人 这个是跨越人性的底线 不是还有第二辆呢 因为第二辆车来的是看到地上躺一人 他其实那时候不一定意识到这人是活是死 他极有可能还是活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个第二辆车是好像踩过路面一个纸片 一个纸皮箱一样 继续开过去 但第二个车你现在还不确定他是否看到 他还可以说我没看到这个地上 现在很多人都是说我没看见 虽然那个监控录像里显示什么看了一眼 但是他没看见 所有人都还有excuse 就是说包括后来走的人 说我没看见 我比方带了个小孩的妈妈 他说我害怕我的小孩看到他的血 这个老幼幼不幼人之幼 对不对 所有人都是 但是我觉得最最不能就跨越底线 人性底线 我们作为同样中国人 我觉得这条底线跨越是令我感到羞耻的 就是前面他的轮子撞到了 他知道了 他停顿了 他再往前开 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接受 但这个我真的觉得 你觉得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 你觉得很那么让人震惊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做 我们大部分人是在看到这样的事之后 我们会谴责 我们会生气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情况下 说不定都还是这个样子 这还是会发生 你看 我觉得我在你们俩中间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也既不像徐老师觉得说 中华民族到最缺德的时候 因为呢 这是别人说的 我说是到了最伤痛的时候 我是说啊 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个 再怎么说 他还是一个个案推广法 我不确定 比如说这个情况 如果在广州街头 再发生一次 是不是会出现同样的反应 我不确定 因为你看啊 我为什么说啊 一个个案出来 我们最容易觉得 我也完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了 可是实际上就在这个同时 你看 你会看到 好像在广西吧 有一个哪怕是9岁的小女孩啊 救这个落水的儿童 好像是牺牲了 好像还是怎么样 你又看见另一个省的 在嘉奖 一个见义勇为的 也是什么的 甚至 甚至我就跟你讲 你就在百分之 我估计吧 当可能我对中华民族 道德评价比较高啊 实际要照我估计 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下吧 有个老太太 老头摔在地下 人们还是有人扶她一把 我觉得 当然你可以说 现在大家都算计 怕出事 但是我觉得 难道中华民族 真缺得到那个程度了吗 我跟你讲 我这样子 我年轻的时候是特别崇拜胡适 那时候不大喜欢鲁迅 我这几年啊 不晓得是不是开始年纪大 年纪越大 就觉得鲁迅是对的 就鲁迅对中国人的判断啊 就当年的鲁迅和其他 徐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是什么 鲁迅去世七十五周年纪念 七十五周年 舅舅孩子啊 他当年 对舅舅孩子啊 他当年对中国人的那种判断啊 那么的悲剧 那么的虚无 那么的阴暗 然后他的结论 其实鲁迅是很悲观的人 他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 我不晓得 我越来越这种感觉 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说我们有很多好人好事 没错 可是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都不应该发生的 而他还不是发生过一次啊 你有没有看到 昨天李承鹏也发了一个微博 你看到没有 就重庆 是现在的宏都嘛 有一个人 一个一个是一个 好像一个农民 看到一个旅游中巴 掉到水里面去 十九个人泡在水里面 他脱了衣服 跳下去去救人 他把十九个都救上来 但因为他在冷水里面泡太久 结果他肺病 那最后肺病了 病得很重 他没前一 政府也没管 那十九个人都知道 没人理他 然后最后呢 终于病死 然后出病的整个过程 草草埋葬 完全没有人再去看他 十九个人全都没去 全都没去 忙着唱红歌 对 然后而且还要再看 这是一个过程的文韬 我们前两年的时候 在讲毒奶粉的时候 你那时候看到这个国家的 这个进程 当时大家讨论的是 怎么可以在奶粉下毒 这不是害人吗 害孩子吗 然后很多人就说 这是商业伦理问题 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们还讨论过说 这不叫商业伦理问题 全世界没有商学院 商业伦理教你 食物不该下毒 这是基础伦理问题 对不对 好我们要讨论 人性比线 然后我们再看两年之后 我们国家变成怎么样 我们比那时候又进一步了 进步到什么地步 今年我们有一个讨论 在我看来是全世界 找不到别的国家 会有这种讨论的 是大型的 全民在讨论 路上看到老太太摔倒 你该不该救 我们煞有介事的 在网上开专版 来讨论正反双方 你看到这个 你就觉得接下来再看到这个事 你会觉得这是 这是个有过程的 我们正在越走越下 越走越下 没错 就道德方面 已然混乱了 已然混乱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文道还说 鲁迅看得很 看得很 鲁迅真的是很准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 比鲁迅的时候还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 它复杂在几个地方 它第一牵涉到了 就是刚才子东讲的 这个开货车的人 他撞了一个人 假设他是无意撞到 然后他没有理会 还继续碾过 这是大罪 这是一个 全世界的开车的人 都知道最基本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旁人看了几眼 就不管他 这就是一种 我们讲的中国 我们今天常常讲的 见死不救 盲目 道德麻木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问题 这个麻木还牵涉另一种 不要忘了 就是那个石荒的老太太 他后来还挨家挨户去问 这是谁的 然后后来我看到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说当时有些店家的人 跟他说你别多管闲事 这是麻木 第三我们还看到什么 还看到的就是 刚才子东讲那个情况 那个就更复杂 那是另一种阴暗 就是事后有人打电话去 说自己呢 就是那个第一个撞倒他的那个人 恶作剧的 恶作剧 他拿这个事来恶作剧 想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个人 他对中国人的这种 坏的这种仇恨 不亚于我们 甚至比我们更激烈 但是他那种想法是很奇怪 一种自虐心理 他是想说出我们中国人有多坏 然后打电话去 跟电台说 我就是那个人 我这么做怎么了 我现在还得跑呢 对不对 你想想这种心理 我觉得是我们那种 像蛇在咬 反噬自己的心脏一样的 那种邪恶扭曲掉的心理 鲁迅 这就是说一言以蔽之 就是那种看客 你就要看杀头的那个 甚至是说站的那个 把馒头往鞋里再站着 人血馒头 那样一些个冷漠 我认为我们没有脱离 爬行动物的时代 你知道吗 就是我也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我把自己带入鲁迅 我觉得有些人的眼神 你能看得出来 你想他这个人 要是这种道德教养 连根铲除了以后 剩下的可就是本能了 而且你看今天的中国社会 很多人是寻着一个 很简单的动物本能 就是趋利避害 动物本能就是这样 趋利避害 甚至你比如说 这个人什么叫隔膜 这隔膜就是说 他就在底下压了个肉东西 你知道吗 可是我就觉得曾几何时 咱们人跟人之间的 这个基本的同情心 没有了 我们曾经就说是教育 我们要像对敌人 还是对谁 要像秋风扫落一样 冷酷无情 你知道这个东西 慢慢的到最后 咱们经历过那些 那么多年代以后 又加上今天 钱说话的时候 你更加觉得 这个人跟人之间 我跟你说 亲切是装的 善意是装的 骨子里是一套趋利避害 所以尤其事不关己的时候 那只是说 所以我昨天就跟他们讲 你有就 我好像我有是做梦 梦见的 还是我真的碰见过这个事 我记得有一件事 就是好像有一些邻居在议论 说刚才咱们那附近 那个垃圾堆那 有个死孩子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死 有一个人说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还是回来说 一个破被子包着 我不知道是有人跟我说的 还是我见过 还是我梦见 我脑子 这必定有这么一件事 我相信大家也会很熟悉 有时候在火车站 你会见到一个 就是好像给扔在那儿的 那么个孩子 有时候给扔到垃圾桶 最后竟是清洁工捡起来 在清洁工捡起来之前 也不是没有人看到 但是一般人看到 就会脏乎乎的 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我想这是 而且还牵涉到 第四层复杂的东西 前三层 我觉得那种旁观冷漠 你是刚刚说那个情况 我觉得 我们还能够用科学分析 怎么分析 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谈 但是第四种 我觉得加上来 这是一个新现象 就努迅时代 没有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石黄妇人 后来被记者访问的时候 有人讽刺她 说她是想丑做 这话我只能跟你们念一遍 我觉得挺逗的 据这个新快报讲 我一看就是 香港也 广东也 就是这么讲话 据新快报讲 附近的街坊 得知陈贤妹 救了小月月的事 只有少数人对她认可 说记者询问这些街坊的看法 大部分人并没有关心孩子的现状 而是追问 这个捡破烂的陈阿姨 奖励给多钱呢 就讲多少钱呢 然后记者说 有两万多 他们就挥声一片 说发达了 发达了 猴槽呀 猴槽 这就是很多人心寒的 这个市民 这才重要 我觉得这个更可怕 羞耻 听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会羞耻 你跟他们是同类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会有 你刚刚说 我们有正常的词感 但你想想看 他们对着记者这么说 那是记者 然后这群人还起碰 毫无羞愧 他没有这种 我们大家以为的 装都不装了 基础的东西不见了 就是我看到 是我们所谓的道德底线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是彻底的 所以你看 要装都不装了 这个东西很真实 但是你看 真实到你没法承受的 真实到你文明人 没法承受的 就是害怕 还有我想讲 那个冒打电话的这个人 我不大 我觉得有点怀疑 是不是他像你说的那样 故意讲出他的 那个停顿的 一秒钟的 这个合理性 是不是真的是 跟司机有关 是他的亲戚 什么别的人来试探 因为你听那个电话的声音 也不像一个非常老到 那么sophisticate 那么来恶作剧的一种 这也有点慌 但是他讲的话 真是叫人可怕 更可怕的是 他讲的这个 宁可压死不压伤的这个道理 他说压死值赔一两万 压伤 可能要一辈子负责 我后来很多这个网友传上来的话说 他刚学车的时候就听老司机说过 然后驾驶学校的教员也这么说过 我也听人说 他基本上是作为了一个市场原则 是作为一个法规固定下来 这真是非常可怕 也就是说 你为了利益 你为了法规 你真的就是跨越你的人性的底线 而且觉得没什么 我宁可把他撵死 拜托这是人民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其实公安应该追究 他是无法无天 无法是什么 紧救这电话 他已经干扰了司法行程了 他本身就犯法了 他好像被逮了吧 这个打电话的人 好像是被逮了 打电话的人抓住了吗 不是 现在得到的消息 他只是说抓到了这个司机 这个电话不是司机打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打电话这个人 你就好像现在车站爆炸了个炸弹 你打个电话 你干扰调查 是我放的 那当然你也犯法 我觉得公安根本现在大家 除了拍那个老太给钱之外 很多人应该去追踪 这种恶搞心理 还有一条 我说他不仅无法 而且无天 那就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谁都知道 人命关天 开玩笑 你救人一命 七几什么福头 你害人一命 你下七层第一 你下辈子怎么火 对 天现在正在惩罚他的良心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给我们分析 我是想说 其实那种所谓见死不救那个状况 我们当然我们过去十多年来 天天都听说这样的事 但那个见死不救的状况 是值得仔细分析的 就真的有学者做过很多研究 如果是这样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听说 一个人在湖边掉下去 然后旁边几百人看着不救 但是你能不能注意到 有一个现象是这样 当你在湖边看到一个人掉下水里面 假如你只有一个人 你只有一个人 你往往会下去救 人越多越没人去救 因为这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 看着别人 别人应该会救 他是一个公共的场合 就好像车子开过前面 有一个人躺在地上 这个可能已经躺了很久了 那为什么没人别人管他呢 那也何必我去管呢 这方面的逃避性 你越容易把这个责任放到别人 放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公众身上 那所以呢 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延续我们刚才那个思路 继续谴责中国人的邪恶 道德的破坏败坏 但是我觉得要想一个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子 因为过去我们每次说 中国人道德不好 这个有问题 那个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会出一大堆主意 比如说政府就说 什么要道德教育 我们教育了十多年了 教育几十年越教越坏 对不对 那第二呢 叫不然就想立法 但是立法就更糟了 全世界没有国家会立法见死要救的 这个立法本身恰恰是很讽刺 很荒谬的 所以要分析的就是 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 找到人跟人之间 那个责任感的规则 谢谢大家 面积